零半三国演义目前已经排摄过半 不过剧中演员的造型一直是大家争论的话题 到底新三国的造型如何呢 话说为虚简介为实 现在就让我们走进去读 请演叹叹吧 而与我那次散播 都不尽雷雨说 等着到千百年以后 一直有伤心 其实衣服 这是我第二次穿嘛 就是一般都是比较正统的那种 贵族一点的 大袖的袍 然后今天是一个 因为有点练剑的这方面的情节 就穿的会稍微的一些比较 比较偏将军那种感觉 清泉这个比较素 清泉的造型很飘逸 因为清泉它确实在湖上战场 它没有亏 但是帝王嘛 加西电影间它的服装 看起来会很高大 然后很荣雅 看来陆迅和吕蒙两位大将军 对于面前这位主公的造型 是给予了很高的赞誉 不过说到自己提升厚重的盔甲 两人则是痛并快乐着 实际上在三国当中 魏蜀吾 应该说在盔甲当中 最漂亮的是吴果 我觉得盔甲虽然重点累点 但是盔甲还是比较精神性的 牛皮做的吗 对这都是纯牛皮 然后是牛皮搭配一些金属 你看这也是衣服到夏天完蛋了 肯定有热都不行 第一是热 最恐怖的是太重了 我估计三四十斤应该有吧 三十斤呢 因为你整天压着 而且我的两肩 每天都是在浴青 到最后如果要打的话 就会浴血 吴果的盔甲 你说还稍好一点 他们魏国的盔甲会更重 我算是比较壮的 身材算比较壮的演员了 如果我都感觉不太舒服的话 那其他的演员的辛苦 可想而知 后奔的盔甲 让各位将军受了不少的苦头 而对于吕蒙吕将军而言 这还不算什么 其实最难受的 我觉得不是一副 而是我的胡子 对 他们刚才二位都有 不约而同的说到 你有胡子 吕蒙的那个 摘了胡子 也挺帅的 我觉得 这个胡子分三部分 这个落腮胡是一个部分 这还有一个小胡子 叫紫胡 也要单独沾 这上面还有一个胡子 他的胡子是 是连下去的 我好像在这个戏当中 只有他是这样的胡子 会造成我的面部僵硬 因为他的这个胶水 整个把这半面人都沾成这样 如果真的想要笑怎么办 本来大笑你知道吗 要嘴要张得很大 就讲 哈哈哈哈大笑 那如果现在笑的就是呢 皮笑肉 虽说拍戏过程有血有泪 不过演员们对一次的造型 还是相当的自信 所以一次练得当属这位助攻了 造型 很帅 因为东吴现在是这样的 东吴的形象都还好 像像刘备 蜀国那边 我们一般开玩笑 就是那边讲的 都是奇形怪状 乱七八糟 所以我们这边 是比较养眼的 比较能看着 然后不管穿什么 都还很帅 什么黄维德啊 长城啊 然后 你这么一说 还真的亲一和他帅哥 因为对 东吴比较富有 对比较富有 然后没有太经历 这种战争啊 什么的 估计保养的都比较好 而与我那次三国 说过你美与说我 还能找到我千百年以后 一切有藏着 其实金百三国 自开拍衣食 这人的造型 就招致外界不少非议 有人认为 造型过去爱饭 也有人所像是唐装 对此演员们 自己也有话要说 因为三国咪太多了 我相信每个人心目当中 对他的 对三国里所有的人物 他都有一个自个儿的想法 我的一些浅 浅见 我觉得可能 略微苛刻了一点 本来就是 人们心目当中的偶像 所以 还有可能觉得 这个人应该帅点 这个人应该 服务得再多一点 或者少一点 这个是很难去 平定的 它终究是一个 电视剧啊 你不能要求 它是真正电视 好鼓 我觉得 要求太高了 这个形象 是一方面 我觉得主要 还是要看戏吧 人者见人 记者见智 乐阀天之将很便宝